在漫长的生活中,美好的经历启发着快乐和微笑,如果想喜欢看科比打球的经历,或许不同的人会涌现不同的美好,也许是在单场比赛中,拿下81分并带领球队逆人取胜。 或许是在一场比赛中,多次命中似乎只存在于想象中的高难度进球,又或者是在攻防两端尖难以阻挡,多次带领球队赢得总冠军,有一些球星,他们在球场上的记忆,和对于篮球的热爱,也许容易让人想起科比,德罗赛,提起背身高低位皆可让防守者无奈的球员。 在如今的赛场,德罗赛或许是做得最好的,湖顶两侧,三段线以内一步,这是他开启得分表演的熟悉位置,还来助招,防守者或许已陷入两难,要么以身体对抗去压迫,却又担忧。 德罗赛行手的运球体动,或者撤后一步,又恐怕无法招架他的急停跳投,专注的眼神投向左侧,恍然间,他一从右侧带球冲向三秒去,来得正是时候,防守方的内线大哈迎面起跳,不慌不忙,德罗赛折叠后拉赶挑拉,看到此景,观众计诈他又若有所思,上一次目睹此景,又是何时呢? 德罗赛扎实的被打技术,确实让人觉得像极了科比,布克,至于得分高手,想必少不了高得分的比赛作为例子,至少,在那一个81分的奇妙夜晚后,最洁净的得分表演,或许非布克的单场期十分美数了,即便在单捷的比赛中,得分手段丰富,比赛斗志高昂的布克,也,有过单捷28分的精彩表现, 赛场上的布克,运球扎实而富有节奏变化,一两次假动作,便可拉开跳投的空间,打拆里,敏锐的观察搭配多样的进攻选择,其可篮下取分,也能投球入况。 当比赛临近卫生而胜负难分时,太阳队的球尼会享受布克带来的关键球时刻,面对国王队的那季压梢中距离投篮,不也容易让人想起,你曾见证过的关键压梢球吗? 布克也因为其得分的能力,被誉为白骂吧,尼克扎赢得总冠军,这是球员的一大目标,尼克扎已经拥有了冠军的精力。 在效力于胡人队时,他已经是一个持球进攻的好手,即使防守有施展高超的技术去防守,他也努力寻找破解的方法。 当球队在最后一截球里落后二十多分,他已能临近三分球,助球队完成大逆转,杨梢霞的独狼打法,虽然让人诟病,但是关键时刻敢于承担责任,却是有骂吧的气质,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, 他展现了对于篮球的热爱,好的球员不仅在于高超的篮球技艺,更在于容易让堂观者动容的,对于篮球的热爱,充满热爱,值得期待。